值得吗?克里斯保罗正式续约火箭队,这是在透视哈登的未来吗?保罗麦卡未官宣,克里斯保罗终于与火箭队续约了,虽然,CP3最终将合同的年限,从5年变为了4年,但在一些球迷心中,他们仍然在质疑这份合同是否划算,单从账面上看,保罗得到这份合同理所应当,上赛季正是由于他的加盟才让火箭队有了质的提升。 修成战队从一支季后赛球队迅速成为了一支冠军热门球队,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如何?大家心里面都有数,因此通过顶心留住保罗,留住灯泡组合,是莫雷金下的首要任务,但如果从实际角度出发,火箭队与保罗的这份合同,的确具有极大的风险性。 首先,由于保罗和哈登都是顶心,因此火箭队在未来几年当中几乎没有机会再签下一位联盟顶级球星了,无论是明年的莱昂纳德,还是后年的保罗乔治,都无法加入到修成战队了。 登炮组合其次,是登炮组合的上限问题,的确,对于火箭队来说,上赛季是一个成功的赛季,常规赛联盟战绩第一,球队又杀入到了西部决赛,加上哈登获得MVP,这些都足以证明上赛季的火箭是多么的出色,但这是否就是火箭队的极限了呢? 大部分球迷是相信火箭队还会更进一步的,可现实情况却并不乐观,从自身的角度来看,由于哈登和保罗的顶心存在,让火箭队在其他位置的应援方面有些说,金箭肘,阿里扎远赴菲尼克斯,卡佩拉迟迟无法续约,球员市场上只逃回了一个麦卡威,这一切的一切还不都是钱闹的,为什么勇士队连眼都不眨一下, 就续约了伊哥达拉和利文斯顿,因为杜兰特选择了将心,所以下赛季火箭队的阵容,还真不见得会比本赛季强,说完自身,咱再说说外部环境,勇士队的舞巨头就不说了,就是胡人队现在也已经开始摸兵立马,准备一展身手了,而且不要忘了,东部的凯尔特人和76人也是七世逼人,下赛季他们就将有可能成为东部新王, 这么算下来,未来几年之中,联盟的超强强队将会不断涌现,而火箭队到时候依旧只是拥有灯炮组合而已,最后,当然是保罗的伤病了,随着年纪的增大,保罗的身体健康将备受考验,由于火箭队是一支双核球队,因此保罗只要稍微有些风吹草动,球队的成绩立刻就会出现起伏, 特别是在季后赛当中,这其中的利弊我不讲,大家也明白,保罗就我个人的观点,火箭队下个赛季的战绩和表现,很有可能出现下滑, 一方面球队阵容实力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在成功过一个赛季后,你已经成为了对手的重点目标,你已经成为了大家重点研究的对象,因此在新赛季你会发现大家在对阵火箭队时会格外卖力,你会发现上赛季一些有效的战术配合完全会被对手针对和破解,总之每一场比赛,你都会打得十分艰难, 这就是强者的宿命,如何面对这些,如何做出改变,都将是下载季火箭队要解决的问题,究竟灯炮是真的有料,还是昙花一现,咱们下载季走着瞧